NTU Core 操作教学影片、影片留言与数据篇 NTU Core 影片功能支援 MP4 和 YouTube 档案 老师使用此功能上传课程相关之影片档案 学生能观看影片并针对特定内容留言 当学生在影片留言 Core 会寄送留言通知信至老师与助教的 NTU Mail 您可以点选信件的连接至该影片 进行留言回复 您也能在 Core 上查看与下载学生观看影片的统计数据 如何回复影片留言和查看数据呢 首先 以台大记中账号登入 NTU Core 点选左边侧边栏影片之按键 进入影片的画面后 您可以选择希望查看留言或者是观看数据的影片档案 请注意 若您希望回复特定的影片留言 建议从 NTU Mail 直接点选网址连接到该影片 以节省您在 Core 上查找的时间 点入一支影片后 您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统计数据栏位 看见该影片不同段落的累计观看次数 横轴是影片的时间轴 纵轴则是累计观看次数 您可以利用上方的搜寻功能来筛选某位学生的观看情形 此外您也可以点选评论查看这则影片的所有留言 也能够点选留言下方的回复 回答或者是评论同学的意见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详细的观看资料 可以点选画面右上角统计数据的按钮 按下后您可以查看每位学生所有影片的观看完成率 表格的纵轴是课程中的所有学生 横轴是所有的课程影片 当学生看整支影片在20%以下会用红色标记 21%到79%为橘色 80%以上则为绿色 另外您也可以点选会出的按钮 下载SV档案查看更详细的影片观看资料 包括学生跳转回放的次数以及段落 步骤总结 1. 登入NTU或点选左边侧边栏影片之按键 2. 点选希望查看影片留言和数据的档案 3. 点入一支影片后 在下方看见影片不同段落的累计观看次数 4. 您也可以点选评论 查看针对此影片的所有留言 或是点选回复并输入回复内容 5. 点选画面右上角统计数据 查看每位学生不同影片的观看完成率 6. 点选会出下载一份SV档案 查看所有更加详细的资料 包括学生跳转回放的次数以及段落 亚文件优优独播剧场 因您回应了 完成讨论